接下来带您看的是一家有名的江浙餐馆 但是他们最近新开启日式涮涮过来 老板黄老板呢 他研发出用苹果凤梨腥这么多种的蔬果 熬煮六小时做成蔬果高汤 甘甜清香 再涮进去美国prime等级的牛小排 而且搭配店家自制的水果沾酱 吃起来酸甜开胃 哇 好大的明虾 澎湖现捞大明虾已上桌 客人忍不住发出惊叹声 Size有多大 用尺一两长达22公分 大到几乎脖子就快摆不下 超赞的 怎么那么大一只啊 超大的 超赞的 大明虾 等一下赶快煮来吃 煮的时候也有配布 马表计时80秒左右上下起锅 大明虾红彤彤 虾肉恰到好处 Q弹不韧 别怀疑点上一锅涮涮锅 老板就免费请你吃 非常夸张啊 我看到我都傻了 这快跟我手臂一样长了 我不知道他这样怎么赚钱 你很坚持一定要用很老啊 因为这样口感超越好 我想内行的人一吃就知道了 这个绝对不能骗人的 大手笔送上市价四五百元的大明虾 还坚持只用很老啊 就怕客人吃得不够新鲜 黄丽萍对于吃的讲究 其实是从小而入依然 在餐馆里头培养出来的 有没有什么不吃的 没有 好 那现在有大季篮 大季篮炒腊肉牛肉都好吃 身为知名张智参馆的第三代 经营在电视圈工作 黄丽萍在附近的一身令下 从前记录影像的双手 然而又爱替老店的美味把关 而除了继承家业之外 今年他更划足很多餐饮市场 开启酸酸多店 我本身也非常喜欢吃小不小骨 那我想要吃一个又健康 又好吃的小不小骨 所以呢 其实在很多年前 我就一直在钻研这一块 包括去日本 也看了真正的好 好的小不小骨 是怎么样的制作 为了让客人吃到真正健康的酸酸多 黄丽萍认为大骨高汤 还有过多的蒲铃 于是他用满满蔬果围基底 高丽菜 洋葱 番茄 甘蔗和苹果 还有一整颗凤梨去皮后 只用凤梨心来炖汤 凤梨大家都知道 酵素非常的 是水果里面酵素最多的 到对人体也是最好健康 所以我们坚持放凤梨 但是如果你把它果肉放进去的话 它凤梨又会太重 而且会如果你买到 有的酸的一点的凤梨 它汤会沉有点酸 要做出心目中的梦幻高汤 盖锅用文火熬上 一个小时 才能掉出锅底 如同琥珀般清澈透明的色泽 黄丽萍还坚持汤头不放隔夜 才能让客人喝到最鲜甜的盐味 完全都是用蔬菜跟水果去熬的 它这汤非常的气 然后就觉得你吃了就 很爽口很顺 然后回家都不会觉得 有什么负担 黄丽萍最自豪的 还有自己研发的独门沾酱 荆棘 柠檬 柚子 三种果汁 酸香味用来解除肉的油腻感 它还大手笔采用 来自日本顶级的鲜鱼酱油 一般的酱油 它的酱油味太重而且太咸 就算经过西式 也会把好的食材的味道给掩盖过去 所以我们用好的最顶级的鲜鱼酱油 它的柴鱼味是内韵的 而不是外放的 所以它的柴鱼味也不会太重 而且咸度刚刚好 日本鲜鱼酱油调入柚子 荆棘 柠檬汁三种果汁之后 让沾酱带着淡淡的酸香气息 而光有好汤好酱还不够 搭配上美国prime等级的 顶级牛小排 后切成50元铜板左右般的厚度 串进汤里左右来回几下 咸嫩多汁入口超级饱满 肉汁很鲜美 而且它真材实料还蛮厚的 那摇起来的话也很有嚼劲 然后那油花也散不成均匀 看得错了 手工线切的松板猪肉 油花有如雪花般均匀分布 顺到全熟 弹牙爽脆 蘸些水果酱汁 三香开胃 挑动味蕾 猪肉小细节 黄礼品就连扇上锅最基本的菜盘也没马虎 美白菇 角白笋 鸡蓉甜不辣 里头还一放上一公斤200元的日本干贝烧 我个人特别推荐是它的这个干贝烧 我觉得超好吃的 而且吃起来就是很有味 而喜欢重口味的客人 还可以到店里试试麻辣锅 黄礼品的邀明厨真秀宝师傅 制作的麻辣汤底 用新鲜牛肉 老母鸡 猪骨 牛骨 青葱和胡萝卜等等 将近十几样的食材熬汤 红油和豆瓣酱爆炒混合高汤的麻辣汤底 用酒酿提出香气 混合爆炒过的红油熬煮入味 汤底加入了短短的豆腐和鸭血 里头还吃得到穿丸子 牛肚和大肠等 吃麻辣锅必备的基本食材 我们请宝师傅特别为我们制作的 这个叫做风扇酱 我要怎么形容它有点酸 还有一些花椒的麻 那里面加了 当然加了大概十几种的东西了 非常的特别 加了蒜末 香菜提味 上好的牛肉 热乎乎起锅 蘸上调好的绷山酱汁 大口咬下 酱汁带着花椒的香气和酸香味 爽口不腻 超级开胃 我们在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 我想吃了至少50家以上 知名的火锅店 这是一定有的 斩酱火锅市场 黄磊贫不敢怠慢 做足功课请做笔记 到处试吃的结果 还因此爆肥了5公斤 这是希望将用心研发的得意之作 能够和爱吃懂吃的客人 一块分享 赞来热乱 赞来热乱 好 并且 并且 加热乱 赞来热乱